早安 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What's in my bag? 就是我的書包裡面有什麼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書包是我找 韓國在購買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網子的設計 所以我就買它 先從 書包的最外面開始介紹 這個網子的格子裡我就是放一個 泰迪 每一顆笑臉的球 就覺得這樣放很可愛 而且這個顏色跟書包顏色也有搭到 右邊這邊我是放 衛生紙 因為這樣拿起來 取用滿方便的 另一邊也是網子的 就是一般書包都會有的 然後我放了一個口罩 現在來介紹這一個 這一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 裡面都是零食 這個是 梅子片 然後 兩包可可粉 巧克力 而且還吃過一半 還有 T.O.的餅乾 還有涼涼的糖果 就是 上課想睡覺的時候可以吃 嗯 很香 然後這一個就口罩 再來是 第二大格的 因為最大格是這一個 裡面就是一堆 雜物 有 有 飯店 拿的 梳子 還有 髮捲 如果想看 捲頭髮的影片 再上一支 欸 對 上一支 上一支影片是捲頭髮 還有我的 錢包 嗯 大概長這樣 裡面就 兩百塊 還有 這一袋是 玩具總動員的 裡面是放我家的鑰匙 跟耳機 還有 備用的錢 應該有三百塊 欸 兩百塊 這個 沒了 還有一雙 襪子 就是 怕下雨的時候 直接是吃掉 就可以 有個備用的襪 備用的立可帶 因為我超怕立可帶用啊 有想睡覺的時候可以用的萬斤油 還有 應該是百零油 還有一個護手霜 因為最近 天氣都超乾燥的 手也會很乾 所以 放一個 護手霜 然後這一格就空啦 接下來換最大格的 有幾本 有幾本 學校用的書 放在 然後一把 雨傘 還有我的行動電源 嗯 裡面有超多線 還有一個 手電筒 然後 這一本書是 我最近在看的 課外書 因為現在寒假 所以比較閒 然後就看一個 愛情小說 然後 就是 我的 鉛筆盒 看一下 鉛筆盒裡面有什麼 這是 立可帶 然後 梳子 然後有很多支 UNI的原子筆 UNI的原子筆 真的超好用的 然後 一般的那種 銀光筆 我準備超多支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鏡子 因為我覺得鏡子 擺在這個網子的盒子裡面 這樣看 很可愛 還有一個 聖母他 一個膠帶 還有一個 蠟筆的 蘋光筆 感覺上高中大家都用這種 然後筆心 彩虹筆 還有 自動筆 然後一支 齒 一支 還有兩個護唇膏 然後 這就是 路上發的2B 鉛筆 就是畫卡用的 然後 耳塞 還有一個 綁頭髮的 然後 還有很多支 Vebra的 螢光筆 就是很多顏色 我真的超愛搜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的筆記本 打開來大概是 這樣子 我覺得裡面可以放東西 很有安全感 然後我是用網格的 當內頁 然後還有一些 週計畫表 就是一週的行程跟 要做什麼事都可以寫在上面 然後最大格裡面還有一個內存 我都拿來放一些 吸管 筷子 好了我的包包都空了 我覺得包包可以看出一個 人的個性是怎樣的 像是我的包包就很 雜亂 所以我應該就是一個 邋遢的人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跟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 掰掰